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節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在太平山望出去 維港今天整天都是陽光充沛 在天氣圖見到 其實我們元朗地區等壓線比較密 受著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今天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 都是下降至百分之四十或以下 今早早比較涼 受到北季後風影響 今早大部分地區的低溫都在二十二一度 預計明早也會比較涼 仔細看看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天氣乾燥 而晚間會漸轉多雲 明天會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一兩陣的微雨 氣溫介乎二十一至二十五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東北風 而明天離岸和高地會漸中吹強風 周末期間天氣又是怎樣呢 可以一起參考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個位置 我們預計現在在南邊的一度的雲帶 會在周末期間移近元朗地區 周末期間會多一些雲 再看遠一點 在南海中部有一個厚實的雲團 它就是熱帶氣旋達圍 預計達圍會在未來一兩天 移向越南南部 周末期間如果去這個區域活動 都要留意天氣的情況 最後一齊看看天氣的展望 預計持續受東北風風影響 周末期間風勢比較大 天氣稍微涼 而去到下周初 就會雲量漸漸多一點 今節天氣先講到這裏 祝大家周末愉快